我张开你双翅膀 2006年春节前夕 中国电影乐团以交响乐会形式 推出了一台纪念邓丽君的音乐会 在这里面怀一代歌后邓丽君 我们以为邓丽君的演唱 无论是在艺术性 在他的音准 在节奏等等方面 都达到了几尽完美的程度 今天我们从邓丽君的 成百上千首演唱的作品当中 临选了十几首作品 我们以为这十几首作品 是他的作品当中的一条代表性 1980年改革开放作为基本国策 已逐渐在中国各个领域全面推行 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 邓丽君的歌声悄然飘过海峡 飘到了广州 但当时人们还只是在私下 用板砖录音机一手一手的翻录着 从广州带来的卡式盒带 广州这个作为改革开放窗口的沿海城市 理所当然成为邓丽君歌声 传入大陆的第一站